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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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乐呢 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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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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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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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哭了好久了 你可能 还是得给他喂点 你别过来 你把他抱出去吧 我不想见他 岑夫人 不然 您还是再试试吧 姑娘哭了太久了 太可怜了点 抱他出去 我照顾不了他 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了 我照顾不了他 我什么都给不了他 你抱他出去 抱我求你了 娘 娘亲照顾你啊 都已经好几晚没睡了 让娘亲多睡一会儿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说住 稀主 小主 听人说 这郝家整日啼哭 下人们纷纷议论 说她是中邪了 我看不如 把她安置到偏殿居住 以免疯癫失疑 少叔 郝家刚生产完 不便宜斗 我意已全 我们府上 这朝中权贵经常忘乱 倘若她中邪的消息传了出去 我这颜面还要不要 少主不是向来都信封张神婆吗 今日还将她请到府上 为何不让她来给郝家断断 是否真的中了邪 再来做决定 郝家最近梦中经济 迎风落泪 而且背痛欲偶 我看她应该是病了 应该请太医来看看 行了 她宽我宽了这么久 后来呢 不是还是空欢喜一场 我们修她赶她出府已是万幸 还要这么做 这孩子怎么整日哭个不停啊 爱我小子 卓人将这孩子送到宫中去 由嬷嬷抚养 免得愁 少主 这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也知道宫中抚养嬷嬷 她们不会很尽心呢 六少主 少时过得如何 你也是亲眼所见的 怎么可以让自己的孩子 重蹈覆辙呢 一个女儿而已 从前那两个输出的补 也是一样的处置 这些人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要为父亲生一位 让她高兴的长孙 你去外边 多密些梁家子 悄悄抬进府来 不可生长 少主 你是要在这个时候 往府上招新人 这个府上我说了算 你只要听命做事就行了 少主要新人也就罢了 不过还请 不要把好家的女儿送走 实在不行 你可以把她记在我的名下 这么多年我也无所出 我一定可以尽心尽力地 将其扶养长大 等未来 可以让她作为嫡长女 风光出嫁 提长女 你就别在这儿吃人说梦了 你怎么会有我的孩子呢 少主 你 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你出去吧 你出现吧 你住在这儿吃个小的 你住在那儿吃吗 你住在那儿吃得不好 你住在那儿吃吗 你住在哪儿吃了 你住在那儿吃断 你住在我一宗臆子 你住在那儿吃 我住在那儿子 我住在那儿吃 那儿吃楼 你住在那儿吃 他住了 好温暖 你住在那儿? 不充 definitive 请测夫人禁足反思 不得善出 不得善出 不然 查到了 原来我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真的是因为 张生婆今日来了一趟 又拿这些给了少主房里的人 油菜籽 生地 当归 川兄 这些给夫人用的土方法 都查不太出来 小人之前在厨房盯了那么久 也没个所以然 问题是出现在水房了 他们把这些竹篓水 给夫人泡茶用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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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苦的 为什么我就没有喝出来呢 Eu 혼 x2 初如 cooking上时 她听说我是带川来的 喜欢喝家里的绿茶 她说 要从树上 再取落水来为我泡茶 丑妹以后 我每天喝的茶 都是她朝夏日准备好了的 她还说 喝茶的时候 要给我加点蜂蜜 因为新川的人 都是这样喝茶的 后来我才知道 新川人喝茶 根本就不加蜂蜜 可是我却以为 她只是希望 我喝的茶 能够有一点停 所以才想了这一招 来哄我 原来 真的就是哄着我 不然 福人 福人 没错 一开始 我是想做一个好的福人 我只想帮她 搭理好歪途的一切 她不希望 我从往外面跑 我也听她的 就一直在这个宅子里守着 她想拿迁入府 我都忍了 那只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我是真的喜欢她 真的喜欢到连我自己都快没有了 只有这个家 只有这个家所有的鸡毛酸皮 我竟然还相信了 是我不能为少主生孩子 原来 这都不是真的 是哪有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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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为少主生孩子 爹 可是 我是 是苦 那么苦 好 来 说你不关你好家呢 你早上生完孩子之后 状态更差了 你跑得比谁都快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不认识我呀 我和我夫人来你们也来 让开 别别别 别拉走 这这不是 你不能这样 把刀收起来 抱歉 五少主 五少夫人 怎么了 少主不允许任何人 入府探示 侧夫人 但夫人知道是您二位 便让小人偷偷地 出来说一声 凭什么呀 那可是刚给她生完孩子的女人 她是不是人了 行行行 先说正事 敢问姐姐 这个豪家现在怎么样了 侧夫人被逛了金币 她先是日夜啼哭 甚至害怕 不敢见孩子 其实这个现象 小人在湘宇宙也见过 那栋重鞋女子 本来很爱自己的孩子 可生产过后一夜之间 想要杀孩子的 抱着孩子自尽的都有 夫人也想请人来小教 但少主不可 真的还疼呢 她说的 六册夫人求见 何夫人 嫡长主将她的侧夫人豪家 关了起来 我实在是不敢去求见川夫人 就只好来求您了 嫡长主非我所出 她的那事我更无从指挥 我明白 是我僭越了 只是我不知道 这后宫之中 除了您 还有谁能帮我了 嫡长主博大于她 她本就撑不下去 在西华逃出福的时候 又发现自己怀了深淵 嫡长主一心想要个儿子 她却又偏偏生下个女儿 加上产后其余 这样下去 只怕她 你倒是挺关心她 家里人教我 愚人为友 不再登高时产美 不再跌众时凶手 好家姐姐 身后无人 若是连我都袖手旁观的话 她就真的走投无路了 求不忍了 你起来 先回去吧 夫人 我累了 想歇会儿 急位 他靠别 陆麻烦 你去你给他 他去做 对你去吃费 还去去吧 你去吃费 或许吧 这孩子有一颗赤诚之心 想当初我身影争实 尚未及击 如果能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我也不至于 那您打算帮他吗 其实倒也不麻烦 无非就是求求主上 川夫人那边就算再不满 顶多挤兑我两句 我只是想到 我产后抑制器语 亏欠了孩子也失了仇 与我要好的夫人 不曾关心一句 其实我不怪他们 只是人生在世 谁不会遇到难事 谁不想有人施以元首 如果所有人都不愿意 多担一点点的麻烦 那人情就更淡漠了 是 太医说了 见不到真人 只能拍一些书干解语的呀 可怎么办啊 你不进去吗 你刚才是要去太医院 是故意让我一个人 去见你母亲的吧 我以为她看不见我 在这儿 我以为她要担心 可能就是我的问题吧 林郑 或许当年的何夫人 也和郝佳姐姐一样 治病了呢 真的 这不是你的问题 女子生产之后 很容易情绪不稳 就会得气欲之症 病得重了 老时候看见自己的孩子 都觉得痛苦万分 夫人心里 肯定也不想这么对你 她只是病了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这不能怪她 但更不能怪你 这不是你的错 是 少主 侧夫人 何夫人有令 稍后会令文嬷嬷 亲去一趟嫡长主府 想来见她如见何夫人 嫡长主就不能再避美谢客了 文嬷嬷怎么突然来了 还带了她们几个人 小的也不清楚 但文嬷嬷便代表了何夫人 也不能博了她的面子 参见狄长主 小人受命于何夫人 要过来问一句话 自测夫人好家生产以来 狄长主一直将其居在房中 这像什么话 何夫人有所不知啊 何夫人有所不知啊 自郝家生产以来 身体尚未恢复 我便让她 好好修养身体 是 但眼下流言已传到了宫里 还请嫡长主 让郝家出来见见 好啊 阿宝 去请侧夫人出来 见见 是 是 郝小姐姐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一切安好 你们不用担心 如果有人胁迫你 你也不用害怕 实在不行 就先到我们府上住 郡主这话什么意思 郝家是九川卓选入我府中的 没有我应允 她不能擅自离府 郡主方才所言 又灭是我新川之嫌 原因其改 只是好家她 郡主 郡主不要担心 我真的没事 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们以后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也不要再来看我 也不要再来看我 你刚才配合得不错 你这温炫的样子 还真是招人喜欢 这段时日你辛苦了 好好休养 我会再来看你的 少主不必来了 少主 去帮少主自己的事吧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只不过 我不想再对一个 令我作偶的人 摇尾起怜罢了 少主关着我 打我 羞辱我 在我身上寻求掌控感 不就是因为你在朝堂上 有些无力吗 仰仗着父亲 转瞬其时的丑爱 仰赖着高门出身的嫡妻 寄希望于未出世的儿子 外强中竿 不过如此 你真的以为 你给西传主 生出长孙来 你就能保住 你现在的地位吗 你 李李李外外 全都带着吃的用的 全都是我上的 李烟春的母家一无所有 没有我 你连狗都不容 你放给我 听到实话 你生气了 我就是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 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看着你吗 因为你和赵芳如不同 你一无所有 你只能养我脾气 你呀 一辈子 都只能待在这个院子里 靠我偶尔的怜悯度势 你知道的 即便是我 也得要看主上的眼光 才能过活 我都只能带着廖靠活下去 你呢 你一个 蝼蚁都不如的人 有什么资格 去祈求尊严和领略呢 我还会来看你的 我还会来看你的 当然记着 下次我见到你的时候 没把腰都好看一点 来 阿夫人 侧夫人怎么了 没事 你带着孩子 去找夫人 跟她说 请夫人照顾 我累了 想休息 你不必进来了 你哪有什么事 我 她不应该陪着我 你不应该陪着 你不应该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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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 你看我现在一切安安好 真的不用担心 你们以后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也不要再来看我 是不是只有意料白料 才能结束这一切 怎么了 邱夫人 这马不吃攒机不走了 我预感很不好 芸芸 好家姐姐有些不对劲 不 是很不对劲 我得回去看看 你去找一下影哲 好 渴望一番温柔 种下一场因果 穷的幻语片刻 生吞 无尽苦涩 写下一曲万歌 不堪芳华作脱 更流海长 这一生 要如何爱过 如秋色 如花果 一刹那雕如 我 却沉默 却支柱 越作一只飞蛾 像烈光 我既然来务宫 那我就要选九川最厉害的新川 既然来了新川 不就得找一个 翻转前情最好的东家 那不就是敌掌主 我 你呀 一辈子都只能待在这个院里 靠我偶尔的怜悯度数 那那个曾经的我 走过多少坎坎 看尽人心去 你要怎么能不希望你好 可是你这一走 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 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 新川少主雷霆之怒 念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 那我们全家 可就没法活了 我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每天都能看到夫君的笑容 侯家姐姐 你在等等我 后院是平静而能祥和的 等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候 两个人还能一起 去后院晒太阳 白痕里头 在回风 人如酒 炊火 这儿是不知己 你们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接近后家 侯夫人已经清晰了 让我进去吧 不行 把 把钱放下 让开 太来人了 侯夫人自尽了 让我进去 凤凤 快点 你快点 走 你快点 快点 去吧 快点 准备后事吧 什么准备后事啊 怎么就要准备后事了 您不能这么随便看两眼 就让我们准备后事啊 您炸针 做汤药都可以的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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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准备后事 下馆医书不清 侧夫人落水太久 几乎没了卖息 不成了 您再看看 太医您再看看 您再看看吧 不行 我们就多找几个太医来 找好多好多太医来 您就知道了 对对对对 您快请 您快请 您容我想想 容我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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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太医 徐太医可能有办法的 他曾经救兴过一个 必欺多事之人 只是他身份特殊 恐怕难以请动 徐太医 徐太医 晦气 当什么孩子就给我讲剑书 人都丢尽了 要死 怎么不死外面去 少主 急点口译吧 李渭 怎么样 帝长主 请求您大发自卑 去宫里请徐太医 救助好救救 徐太医 徐太医 你知道徐太医是谁吗 徐太医是主上御用的太医 这深更万一让我去找徐太医 万一让人揣测 我想私自知道主上的病情 怪此下来谁负责任 你不去 我自己去 你给我站住 你疯了 你去把他给我追回来 惹上是非咱们俩都有麻烦 去 赵芳如 站住 主上竟是头风发作 扶了要休息了 即位恐怕不能进去 情况危急 您正让我们进去 见一下主上班 能不能先请徐太医前去医职 人命关店 这徐太医是主上御用 外调出去的话会很麻烦 还请刘少主见谅 麻烦梁总管通融一下 之后我们自会向主上禀明 一切都与总管无关 哎呀 今儿真的不行 即位 再想想其他办法 哎呀 哎呀 不是 不是 到底出什么事了呀 原因提消息给我来 说好家出事了 啊 我得去宫里请他医去救他 不是 你这哪儿去请啊 你这就要闯宫了 你们俩这么多了 哎呀不行啊 干嘛呀 你是单穿的郡主啊 你擅闯新穿宫罪过更大 我进去 你干什么 你去 你会使这点枪吗 送给 你这样别冲动啊 徐太医 救命 啥眼神我真不出来 哎 吴少主 何事 吴少主 何事 你怎么没关系 我找徐太医救人 没有主上命令不得入境啊 不会跟主上解释的 徐太医谁啊 哎 吴徐太医 吴徐太医 吴少主 吴少主 徐太医 你为何啊 徐太医 你赶紧跟我去救人 不是 救谁啊 找谁不是救我的这事了 哪个不行啊 没有主上命令下高班吗 不敢善离太医院呀 怎么到医院 我明日 我明日我向父亲 我好好解释解释行不行 你先跟我去救人 那 咱使不得 上不上 上不上 你现在不让我们走 我就当场上退医疾我 上不上 上不上 快 跟我走 快 上不上 往后退 别逼我 退后 往后退 离我远点 都别逼我 快退后 哎呀 吴少主 万万不可呀 这个人犯上呢 那明天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今天必须带他走 快上开 快 快 上车 让开 快 快 杨总 现在赶紧把人送回去 这事还能真引得过去呀 一旦让徐太医跟万人接触了 这打探主上病情的罪名 可就洗不清了呀 上 上 我们会在沉世前把人送回来 还请梁总管通路 哎呀 六少主 快 快 就换个热的来 夫人 我把孩子带过来了 给我 二人这是做什么 我必须得让好下听到这个孩子的哭声 让她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她醒过来 她不能 不要 她必须醒过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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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站住 让开 你们不让开 我 我雪剑当场 我喷你们一脸 让开 来 把徐太医给我送回宫去 谁 不看你们谁敢 今天好家的命我们就定了 少主 太医我们已经带来了 你就行行好 让我们进去救这好家姐姐吧 你弄清楚 好家是我的 她的生死我说了算 跟你们这些外人何干 她不是你的误解 她是个人哪 她是个人 她算是什么人 她费尽心思跑到我的面前 我给过她机会啊 如今是想要死在我的府上 徒增晦气 她不是想死吗 让她去死呀 你胡说 抓住 选啊 你 缅 分析 你 干吗 国家 什么葬子杂枝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不怕我禀明父亲吗 想要接人长短 得先清楚自己做过什么吧 二哥这么多年 在湖中四十如头鱼历的 我一见二出 好此为止 太医 她怎么样啊 都进去这么久 怎么还不出来 没事 咱们再等等 都怪我 要是平日里 再多关心她一些 她就不会这样了 不怪你 怎么会怪你呢 切错外错 都是隐踪的错 这药也关了 真眼下了 怎么都没见她有任何反应呢 能做的我都做了 眼下只能看侧夫人的命说了 若能行转来 便能活下去 若是不能啊 侧夫人 侧夫人 德许哭 你家侧夫人还没死呢 郝佳 你给我停着 今天你必须给我醒过来 否则 等你孩子长大了之后 我就告诉他 你是自愿嫁给他爹做侧夫人的 你剩下他之后 你就跟野男人跑了 不要他了 郝佳 你若不在 等他长大了 我就让他 跟着老二进学那些不好的 如果到了年纪 我就让老二 就把他当作筹码 随便找一个人嫁 就和你我一样 愈人不淑 欺负苦语的过一辈子 如若他跟我哭 我就和他说 你活该 谁让你生母不要你的 谁让你生母主就放弃的 郝佳 郝佳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你要真的听到了都无所谓的话 那行 那你去死好了 但是如若你真的有一丝不想放弃 一丝替你孩子考虑的话 我拜托你睁开眼睛说句话好吗 郝佳 你听到了吗 你就睁开眼睛说句话 郝佳 郝佳 夫人 太医 她 她 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 你说什么 她 她刚才是不是说话了 郝佳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 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啊 她 她 她夫人醒了 她夫人终于醒了 她夫人 她夫人 太医 怎么样了 诸位请放心 侧夫人醒了 眼下性命一无余 她夫人 她夫人 她夫人不笑不笑啊 那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她吗 好 快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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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你们做了那么多 我对不起你们 只要你能活着 我们做多少都没关系 你之前一直不开心 那是因为你病了 以后把身子养好 只有你自己才是最珍贵的 知道吗 以后遇到任何问题 一定要跟我们交 对啊 我们大家都在呢 看她总是一个人用撑着呀 对啊 人活着就会有希望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以后这种杀生不准再做 天亮了 天亮了 二十四 二十五 一 三 二十五 一 二十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